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去年我入省了水晶擺設這個毛底黑洞 當時拍了一條失心風購物 已經覺得自己很瘋狂了 這麼短時間買了這麼多水晶 事隔半年之後 當然不會令你們失望 我再默默地入了很多不同的水晶 自己真的買得很開心 有朋友在IG story發現了長洲的水晶corner 很治癒,放得很漂亮 而且全部都是新的,未跟大家介紹過 就問我可不可以拍片說一下 今天我就拿起相機 跟大家說一下究竟我這半年裡 又入手了什麼新水晶 除了擺貼之外,當然還有手串 也想分享一個迷信小故事 不是水晶,而是關於招財貓 如果你有興趣想聽一下故事 還有看我這個迷信購物店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買水晶擺設,我很少特別去看功效 通常都是因為它漂亮,合眼完 價錢適合就能夠入手了 現在多了一個考慮因素 就是土地問題 空間問題終於出現了 我買到密密麻麻之後 現在開始有點沒位置放 我想真的要停一停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我對於紫水晶是情有獨鍾的 因為我的名字是有紫色的紫字在裡面 所以一些紫晶震 然後紫晶擺設 我自己是不能自拔 一看到就很想按下去買的了 今天就不會給大家看 因為我都差不多買了十幾件了 不如選一些我覺得是特別漂亮的 我自己特別喜歡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起紫晶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聯想到 這一類型的紫晶震 紫晶座 或者再大的紫晶洞 那個我就真的不捨得買了 太貴了 總之都是這樣一座 然後顏色是比較深的 但是其實除了這一種之外 原來紫晶還有很多很漂亮的顏色 例如我手上這個粉紫色 是不是很夢幻 很閃 旁邊這裡好像夾心餅一樣的 然後它的打磨也是做得非常滑滑滑 我是超喜歡的 一看到它就用盡了最快的速度搶它回來 然後再夢幻一點 再淺色一點 還有這個蛋型的紫晶震 又是超級有趣 然後它還有一個座 這樣坐在架上之後 好像一顆復活蛋 超級有趣 同樣都是紫晶震 但是全部都是不同顏色 不同形態 你們明白為什麼我買一下就這麼多了 不過我都試過因為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在短時間之內 買了兩個差不多的水晶回來 還要買回來才知道 這一顆應該是粉紅白水晶來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它淡淡的粉紅色 然後反射面 是否給大家看呢 上面這裡的切割面 它是很漂亮的 我很喜歡欣賞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細節位 然後買它回來 我才發現其實家裡是有這一塊 究竟為什麼我會忘記了自己家裡已經有呢 不要問我 我也很想知道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我帶粉晶的一些經歷 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不會把粉晶帶在手上 但是放在家裡 都可以試一下 怎樣去克服這個恐懼呢 就是當它切割得很可愛 然後顏色很漂亮 然後價錢不貴 就讓我可以嘗試一下 總之那一刻是完全沒有思考能力 就帶了它回家了 除了剛才那類擺設之外 我也很願意買不同的水晶柱 因為真的很漂亮 我近鏡給大家看看 當你很近地欣賞這些柱的時候 就會讚嘆這個大自然 它們全部都是天然的 它們一層一層好像記錄了大自然的演化 然後上了一堂地理堂 我還買了這類型的馬路碗 然後裡面放了不同的精稅 做一個最保盤的概念 不過我通常都是放一些飾物在這裡做飾物盒 它是有點透透的 開燈的時候看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自己是超喜歡的 除了這些比較圓形的之外 還有這個心形款 很多朋友問裡面的元寶是水晶 其實它們是流離即是玻璃 純粹是覺得真的超可愛 我買了很多貓貓是許願之勢 然後在旁邊圍著祈禱想發達 是覺得一個很搞笑的擺設 純粹是沒有什麼原因 不是什麼風水陣 然後我買得最垫 也都是最高雲敏度 就是一堆的六角水晶 放在一起整個完整的collection 是非常之治癒 買它們是衝動來的 最貴都是百多元一顆 但是不知為什麼 買一下買一下之後 那晚那張單就差不多一千元 我都嚇到自己 但是沒辦法了 你都必定了 很喜歡裡面可能是一顆拉長石 它的偏光真的很漂亮 不同角度你會欣賞到不同的風景 除了漂亮的擺設 我還加入了一些功能性少少的 例如淨化手串的蒸軸 不知道有沒有用的 純粹是大家都說要買安心 因為真的不貴 我在Facebook Live 都是精友社買的 很多觀眾都變成了精友 你們在凌晨時份看到我在搶水晶 那個關係很微妙 因為我是用自己的Facebook私人帳戶去買的 但是我也是叫Hidy 所以你們有機會都會看到我在瘋癲地買東西 然後我最近再買了一個 超級無敵可愛的小擺設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迷你白水晶凍 它是一間IG購物的 全部的底座都是自己用黏土去鏈 以及做了一些表情 是極度可愛的 這個是有個深深形狀 一看到它出Story 我就馬上跟它說我要收養這一顆 沒錯它不是叫買 叫做領養 整件事增添了不少的參與感 這一顆的領養費是280元 比起剛才大型的水晶擺設是比較貴的 但是我覺得裡面有創作的成份 然後有手工的成份都可以的 它也是我最近的小心歡 如果你問我買了這麼多水晶擺設 放在家裡之後有沒有什麼神奇事情發生 有沒有什麼功效的話 我可以回答你買那一刻心情特別舒暢 然後收到開箱 拿起那一刻心情特別興奮 然後整理或者平時去抹它們的時候 是很平衡的 每一件你都會拿來欣賞一下 然後放到家裡漂亮的時候 看著是很治癒的 至於有沒有發達 人緣有沒有好度 桃花有沒有旺盛度 就真的不多過 純粹我覺得買完自己開心 它已經達到了最好的功效 現在說完水晶擺設 我們就不如說說手傳 這裡全部都是來自MAYA的 之前介紹過的那些 我今天就沒有拿過來了 我忘了超出這條小小粒有沒有分享過 它真的非常的色 然後下一條是紫理肺 這次沒有說錯了吧 都有介紹過的 還有這條綠法 我很喜歡它釘著一顆珍珠 特別看上去都是很優雅的 然後就會有一條石樓 還有好像是草莓 是不是呢 我還是覺得它釣著一些飾物 看上去不像就這樣的水晶 是一個很漂亮的手飾 是帶得特別開心的 然後最新最新的就是這兩條 本身我是沖著這些透明淡綠色的葡萄石 覺得很漂亮很通透 然後旁邊的綠龍精就覺得應該是實心的了 誰知道來到的時候 它是有少少像貓眼 有少少反光出來 有些白色的花紋在裡面 是覺得很漂亮很漂亮的 然後這一條就是紅套毛 旁邊的通洞波波又是超級精緻 中間這一顆是金太陽來的 它是做了一個好像恆星一樣 它是可以動的 之後我真的極度無敵喜歡 總之每次給Maya他們打色 都絕對不會令我失望 有時候外出 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都會被我的水晶鏈吸引到 問我在哪裡買 因為看上去真的不是那些 你帶了一定是迷信 而是很像一件襯衫用的手飾 至於功效方面 最神奇都應該還是綠優零 因為每次帶我都會很忙碌 然後有很多機會 其他紫色或紅色那些純粹是很漂亮 功效未去到 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帶完它之後有什麼事 有的 不過不是這幾個 而是天河石 這條天河石手繩的樣子 有沒有令大家聯想到另一件飾物呢? 沒錯 就是我平時24小時都戴著的珍珠手繩 它們是來自同一間公司 我發現戴天河石那天 生活上是會特別多小確幸的 不是無緣無故中綠合彩那種大喜大樂 我也想 反而是那天你特別覺得自己幸運 去到車站立即有車不用等 或者是一些不見了很久的東西 反而就是那天突然間找得到 所以 我也覺得挺開心的戴著它 水晶分享完之後 我們快快去趕招招財貓的神奇小故事 不好意思 我又太長氣了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我在招招財貓購買了兩隻招招財貓 非常漂亮 每次投資出來都很多人問的 現在不止招招財貓購買了 香港好像HOMELESS 或者IG SHOP都買到的 很多店舖都有的 大家自己價價 但是這個招招財貓 就不是今天的主角 純粹是它真的很漂亮 很想讓它們出鏡子 而是大家應該會看到的 旁邊會有兩隻紅色的招招財貓仔 這個我在長洲買的 這兩隻招財貓是在故事發生後才買的 它們一式三隻 原本我買了一隻 現在放在家裡就是這個樣子 這間店舖在長洲也有名 很多遊客會去它們買自家製布袋 我經常走過就眼尾收到 裡面有不同的擺設 有招財貓、有狗仔、有兔仔 但是一直都是沒有緣進去 不是裡面人頭湧湧塞不到 就是店員在休息、午餐時間 還未開或關了店舖 總之我經常只有看字 直至到我買了這隻招財貓之後 下一個星期突然間裡面就空無一人 店員又在 簡直是為我而開門的感覺 我就進去看這幾隻招財貓 一落在這裡選擇 就選了最適合心水的那隻 帶了回來 回來之後放在茶几上面 看看看看 突然間覺得媽媽應該會喜歡 她最近還要生日 我就拍照問她 你覺得這隻招財貓怎樣? 可以不可以嗎? 如果送給你做生日禮物好嗎? 媽媽一看到照片 是非常合眼緣 很開心 在我帶回家之前那兩天 她已經是連續地有意外之財 現在是非常疼愛這隻招財貓 不讓我拿過來拍片 而且我拿回家那一天 晚上突然間心血來潮 撿了一個櫃桶 而在這個櫃桶裡面 我找到2000元 當然啦 這2000元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忘記這樣放進去 但是呢 這麼久以來 我都沒有想過撿這個櫃桶 真的那一天的時間點 剛好碰巧了 我一撿就找到這2000元 是不是很招財呢? 這個感覺 下一個星期我就馬上去店舖 帶回家 回來 裸裸裸 supporters 一式三款 但奶糖 的袋子才不太好 然後我再買 大家如果想要買的話 應該有點難度 他們是最售的 好像是京都那處 而以和紙 dormir自己的部份 貨量亦不是穩定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進來長洲又想看的話 都可以經過看看,這個我都覺得是緣份 今天我就一次過分享我的水晶擺設,手串和招財貓 希望大家可以當一個collection開開心心地看 千萬不要過份沉迷,不要過份迷信 我都不可以說自己完全不迷信地買到這樣 我都不能再搞變了 但所有東西適量,所有東西都是適可而止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水晶想燒我一會兒 或者你覺得很美的,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色錄近衣服,逢色日近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bye 到處理人問耶 我戒備句資格 慢慢提供 你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